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今,时期,日清晨五时三十分许,新兴区同爱,七险二路口发生连环车祸,警方获报到达,现场有三辆字小客森及酒铃伤者,分别送往大同医院及高医治疗,索性均意识清楚无大碍。 初步调查,全案为蔡姓男子于酒店消费后被劝阻误开车补停,却将刹车当油门踩而逆向撞到对象在五厅前排班的两部计程车,再擦撞一部休旅车,最后撞到陆鼠车人伤,全案将一公共危险罪嫌颂办,新兴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今。 十七,日清晨五时三十分许接获通报,七险,中校路口有自小客自撞路数,经查肇事驾驶蔡南,23岁,送大同医院救治。 警方初步调查,为蔡南于七险二路酒店饮酒后与驾驶一部BMW 328黑色轿车离去,当时蔡南老婆及车主上前劝阻,酒后不要开车, 但蔡南处于烂醉状态敬物采油门,冲撞当时停于七弦二路美丽环武厅前的两辆计程车,造成当时准备乘坐计程车的陈南,31岁, 萧南,22岁,陈南,22岁,杨女,23岁,林南,23岁,宋王高一,另有刘南,25岁,徐南,26岁,范南,54岁,宋南,37岁,宋王大同医院,蔡南逆向冲撞肇事后,于七贤,同爱路口在擦撞秋南所驾驶的白色羞绿车后, 颜七贤二路西向东方向行驶,于七贤,中校路口自撞路数,车头损动叹不得,蔡南送医后,于医院经抽血缓算酒精数值为1.655MGL明显酒后驾车,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等罪侦办。 所幸这起酒驾造成的连环事故并未酿成重大伤亡。